哎有时候我都想把烟戒了 因为以后他烟呢 他限制的越来越多了 然后让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不该抽 有时候就会那么小 住个酒店都不能抽 对每次住个酒店 我他妈还要下楼去抽烟 传统香烟要淘干 没办法啊 不抽烟没事情干 以前就是为了帅才抽烟的 都是我发现啊 你身边都是什么样的朋友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 抽烟这种东西 谁不是朋友带的 吃槟榔不 对我之前还被朋友带了 吃一年槟榔 吃了一两年 现在不吃了 老李啊 单身狗啊 现在还在吃一天两包 每天在搅 每天都在搅啊 之前那个槟榔 那个什么槟榔来着 就那个最火的那个 黄带的 口味王 口味王 还让我打广告呢 一天打十分钟啊 七天 就是每天十万 一分钟一万 有钱的很 虽然给我的价钱 让我很心动啊 但是 虽然我自己也吃 但是没打这个广告 后来之前不是有几个主播做了吗 然后几个主播做了我没做啊 因为这个东西冰狼嘛 这个东西打广告不好 什么不好呢 就是就比如说你们万一啊 你说我直播间晚上看直播的人那么多 然后你打打广告什么的 那万一呢真的去导致了很多人对冰狼上瘾 你们要是得了什么口腔癌什么的 把脸切了以后把嘴切了 我操 过了十年之后 你给我发了张照片 处合你的害人的东西 你他妈曾经打了一个冰狼罐罐害我 搞上了冰狼瘾 他妈的嘴巴都是歇了 你看看你 那我心里好内疚啊 就有点罪过的感觉 心里过意不去啊 对冰狼现在都快进卖了 确实这个东西害人 我曾经我也不吃冰狼 我也不抽烟 都是被朋友带的 可以吃可 可能也不要吃吧 可能吃了嚼嚼 天天嚼嚼嚼嚼 嚼郎当的感觉 你冰狼觉得没啥上瘾的 不好吃 那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朋友 天天带着你嚼 你知道吧 你如果有一个朋友 你天天跟他上网 天天跟他在一起 然后呢 他嚼着嚼着给你一个 嚼着嚼着给你一个 然后一两天 成绩 就是时间累积 一个一周之内 一周之内你就上瘾了 我现在不嚼冰狼 我都戒了半年多了 除非就比如说啊 我熬熬夜那段时间 熬夜实在熬不下去 每天直播二十多个小时 我可 实在没有精神 我才搞个一包 然后提提神 但是我现在没有瘾 但一吃起来啊 就怎么说呢 就感觉有点瘾 这个东西吃着吃着啊 就不好了 是什么让我下定决心去戒冰狼呢 你们记不记得我 我有一年停播了一年 那一年我感冒怎么都好不了 感冒怎么都好不了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 我不能抽烟嘛 不能抽烟 然后我就嚼冰狼 边吃冰狼 边打打卢阿卢 打打排位 这样然后这样过 然后把 因为我嗓子哑了 我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啊 原来吃冰狼 会让我咳嗽的很厉害 就是我那次 就是我有一次我戒了半年 戒了半年之前 不是超级人类测试吗 冲前三晚上就买了几包冰狼 吃 越吃越咳 越吃越咳 我这发现我他妈 我不嚼一点都不咳 我一嚼我怎么老咳呀 咳的我真的是难受 躺在床上我都咳 所以说我再也不吃了 我实在是咳的受不了啊 我抽烟都不咳 你嚼这个冰狼嚼得我咳死了 搞得我喉咙老是坏 老是坏 对 以前怎么见好多大目 我说三个字 废老鬼 我去医院拍CT 拍的最多的就是肺 但医生说我肺一点毛病都没有 都是喉咙的问题 那我喉咙哪来的问题 那肯定是嚼槟榔嚼的了 就喉咙痒 痒就想咳 还经常这个咳咳咳 毛细血管破裂吗 经常咳血 动不动喉咙就破了 破了一咳就是一大滩血 我感觉烟可以不戒 冰狼是一定要戒的 百分百是要戒的 那种东西吃不吃也无所谓了 那种东西吃不吃也无所谓了 谢谢大家